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出钢琴码头就看到了安装在一旁墙上的这台AED 鲜红的外乡非常醒目 随后记者又沿着鼓浪雨的主干道龙头路继续寻找 这里是龙头路的街心公园 也是鼓浪雨人流最为密集的地方 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台AED 同样书中花园也是游客聚集的景点之一 在景区售票窗口旁也配备了一台AED 通过调查走访记者发现 20台AED设备基本都安装在了 人流较为密集的交通枢纽或景点附近 作为新原性猝死的重要急救设备 施救人员需要在患者突发意外时 第一时间找到AED 并配合心肺腹素按压 及早进行抢救 那么对于岛上的商家工作人员 他们都清楚AED安装的位置吗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AED吗 不太清楚 对你知道什么是AED吗 想问一下这附近哪里有AED 书庄花园的前后门都有 前后门都有 对 大概是在哪个位置啊 那边墙上有 后门的墙上也有 往这浩月园那边走的吧 他们那边浩月园也 警区门口也有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AED设置点附近的工作人员 大都清楚AED的具体位置 部分商家工作人员 还经过了专门的急救知识培训 掌握了一定的急救常识 考验一下您啊 就是像AED的那个贴片 怎么用 这个是右上方 一个是左下方 您知道怎么使用这个AED 我知道我有培训过 那培训了哪些内容 就是人工呼吸啊 然后AED 要大概按压多长时间 按压直到AED来 或者说这个专业的急救人员来 部分不太了解急救技能的 被采访者则表示 如果有机会 他们也希望能学习一下相关知识 我希望如果我或者我的亲人 有突发意外这种情况 旁边有这种急救知识的人 及时帮助 不管是对自己 还是对身边周围的人 都是有一种保障吧 虽然首批20台AED设备呢 已经在古浪雨上铺设完成了 但是怎么用 怎么科学的管理 对此呢 古浪雨管委会也想了不少办法 我们接着来看 古浪雨管委会表示 为了尽可能覆盖到更广泛的区域 首批铺设的20台AED 每一台设备所在的点位 都经过了专家的精确设计 基本覆盖岛上的交通节点 游览线路 以及居民区等人口密集区域 我们是请专业的机构 按照黄金四分钟的等时线 和古浪雨现在主要游览 人员分布的情况 也结合我们现在游览的热力图 来进行设计的这么一个分布 避免交叉 同时又确保所有的区域 都能在四分钟之内取得AED设备 为了保证在出现突发事件时 AED设备百分之百能够使用 古浪雨管委会采用认领管理的方式 招募岛上的单位和商家 对每台AED进行认领 认领单位需要负责 AED设备的日常巡查和看管 协助我们做好AED设备的保护 针对当前AED技能知晓率 仍然较低的情况 古浪雨管委会还联合专业医疗机构 志愿服务团队 对岛上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商家居民进行急救培训 让更多人掌握急救知识 在关键时刻能够出手急救 我们会在AED布设的点 点位的附近 然后进行相对密集的 就是分批次的培训 基本上现在的这个培训陆续在展开 慢慢地要做到一个全岛覆盖 就是争取让岛上的人 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的时候 就产生比较有效的救援 配置AED虽然对新元性猝死的发生 提供了急救支持 但是早期预防同样很重要 据了解 目前古浪雨常住人口约有1.4万人 其中60岁级以上的占比 接近20% 为此古浪雨上的医疗机构 也通过三室共管分级诊疗的模式 为新元性猝死的高发人群 提供更加全面细致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在比如说大医院的专家的指导下 和我们全科医生 还有我们厦门特有的一个健康管理师的 这一个构架的体系 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岛上的这一部分的 签约居民进行宣教 然后指导他们如何防 如果我们甄别完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通过一个绿色的转整通道 直接由医护人员全程赔付的 到专业的专科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记者消新黄车报道 马上就要到春节了 近日是纪委监委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针对违规吃喝 违规接受宴请 以及违规公款购买购物卡 年货节礼等问题 进行监督检查 17号晚上8点多 检查人员来到莲花北路的一家销售葡萄酒的店 店面一楼摆满了各式红酒 还设有包厢厨房 二楼有十几个人正在包厢内吃饭 现场一名男子表示 今天是他们公司的尾牙 就餐的都是公司员工 此后检查人员查课了店内相关的进货凭证 发现这家店每天都有采购食材 当检查人员要求出示相关征兆时 店家却拿不出来 并表示他们不打算继续经营 以把营业执照注销 随后检查人员来到火车站附近一处住宅楼顶楼发现 这套住宅总共三层 一楼是公共区域和泡茶区 二楼是活动室 三楼设有包厢 厨房 储藏室等 现场一名负责人表示 这套住宅并没有人住 只是他们公司的一个活动场所 可是检查人员却在现场找到了一本订餐登记表 上面有一家事业单位1月份的订餐记录 连日来 检查人员还对体育路某茶叶店进行了检查 通过查看销售台账和发票开具记录 重点检查是否有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违规公款购买年货礼节 高档茶叶的线索 检查发现个别事业单位曾在店里购买过千元以上的茶叶 但是否是违规购买高档茶叶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而在万象里的一家大型商超 检查人员调取了近期购物卡的销售记录 检查是否有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 公款购买购物卡行为 没有发现问题线索 从检查情况显示 我是落实相关规定的总体情况良好 但也发现了个别疑似违规线索 市纪委监委将督促相关部门进一步核查 市纪委监委表示 类似的监督检查将贯穿整个节日期间 并快查严处顶峰违纪行为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关注爱新厦门 因我同行 春节将至我是不少机关单位 纷纷行动起来 帮扶慰慰困难群众 为他们送上温暖的节日祝福 昨天下午 厦门广电集团四十多名干部职工 首提年夜饭与福袋 将新春祝福送到了 同安区厅西镇爱头村 及五丰村的五十二户困难群众家中 今年五十九岁的爱头村村民 联宝菊 是厦门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也是下市直播室栏目主持人 丁江的粉丝 看到自己喜爱的主持人 来到家中送祝福 联宝菊感到十分暖心 好 长时间了 谢谢他们来关心我 来给我联宝菊的照顾而关心 去年厦门广电集团 与爱头村建立了挂钩帮扶关系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厦门广电不仅多次组织干部职工 走进爱头村 关怀困难家庭 也积极帮助村庄寻找新发展思路 这次厦门广电 还与爱头村联手举办了一场 男子篮球友谊赛 希望通过文体活动增进情意 更好的开展合作 挺有意义的 一方面可以切多球技 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增进友谊 我们这边这种体育项目 发展得很少 很期待这种比赛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很需要你们这种 很需要那种新的能量来注入 促进我们这些农村发展 自从广电集团跟我们爱头村挂过帮扶以来 就经常给我们村民慰问 下午再举办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这也丰富了我们村的一些娱乐活动 希望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近日是公安局的民警们来到了 截队帮扶的莲花镇莲花村 为困难群众送去了慰问品和新春的祝福 在帮扶慰问的同时 市公安局还积极为莲花村村民增产增收想办法 在莲花村的这块菜地里 记者看到村民们正在采摘成熟的辣椒 这块占地面积43亩的菜地 是2018年市公安局携手莲花村农业合作社 设立的城市菜地帮扶项目 项目利用莲花村的土地和人力资源 打造有机蔬菜种植基地 出产的蔬菜会供应给单位的职工食堂 这样也解决了销路问题 正在我们村里面的这个收入 从目前的这个供应食堂这块 我们一年可以应该可以增加三十四十万 通过这个菜地 把周边的这百姓的这些一起融入 未来走向市场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高级国际机场迎来了 厦门口岸144小时 过境免签政策的第一千位旅客 下午4点37分 搭乘MF872航班的澳大利亚旅客 特拉维斯刚下飞机就被告知 他是厦门口岸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实施一年来的第一千名旅客 在边界民警的引导下 特拉维斯来到144小时过境免签办理柜台 快速办理了临时入境许可 这个政策真的很方便 我可以在这里停留更长的时间 我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 并且节省了签证费用 据了解 从去年1月1号起 厦门正式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53个国家的人员持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 座位前往第三国或地区连程客票 可选择从厦门高崎机场 厦门五通客运码头 厦门国际邮轮中心口岸免签入境 并可在厦门免签停留144个小时 来厦门办理签证的手续的费用和时间就节省下来了 而且这项政策允许他们在厦门停留6天 就能更好的把厦门玩个遍 高崎边检站民警告诉记者 与原有的72小时过境免签相比 新的政策不仅停留时间更长 而且通行口岸不再局限于厦门高崎机场口岸 而是海港空港联动 通行口岸选择更多 同时申请手续办理简易快速 更加有利于旅客弹性安排行程 记者了解到 从去年1月1号政策实施以来 从高崎机场口岸使用144小时过境人数926人次 占全市办理人数的92.6% 是源72小时过境免签人数的2.26倍 其中有11名旅客从机场入境后 转到武通国际邮轮口岸出境 记者何鸿林 杨洁报道 近期协城旅游网发布了春节旅游预测报告 旅游过年正成为中国人当下流行的方式 今年春节假期预计全国将会有4.5亿人次出游 其中厦门是今年旅游过年十大热门目的地之一 我们来了解一下春节期间 我是客房的预定情况 协城春节旅游预测报告显示 在今年旅游过年跟团游和自由行的排行榜里 厦门都进入了前五的位置 旅游业内人士分析说 目前厦门岛内的热门旅游区域 还是古浪雨 厦门大学以及环岛路一带 岛外主要是极美学村 春节期间来下旅游的人群主要是8090后 以家庭亲子游为主 不过在出行方式上和往年相比 今年的游客更青睐高端细致的旅游体验 七成的游客会选择新跟团游方式 比如私家团定制游 比较深度化的旅游 比如说之前的三日游 现在也许会延伸到厦门 以及周边连线的一个五日游的旅游 之前会选择一日游的走马光花的形式 那么现在会选择 比如厦门失去的三日游 在厦门春节旅游市场升温的同时 宾馆酒店的客房预定也全面开启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 中山路山圈宾馆酒店依旧是最热门的 客房预定率在40%左右 而近两年在环岛路一带 新建的一些高新级酒店 也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同时游客对住宿的要求也更高了 海景房还依然是来厦门旅游的客人 最喜欢选择的房型 对酒店有没有给小朋友配备亲子设施用品 这块有要求 根据协程旅行网统计 我是宾馆酒店春节假期 客房均价将在每晚800元左右 比起日常上涨30%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 还是稍有下降 相关从业者介绍 目前各大宾馆酒店的房价 涨幅还在合理范围内 可以尽早预定 同时根据涨幅情况 合理安排假期出行 现在差不多可以做一些提前预定了 性价比肯定会相对比较高 高峰期理论上会集中在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息基本上是维持原价的状态 初一可能会微涨一些 然后到了初五 初六 会恢复到平日的价格 记者杨红 高志强报道 下一期还将看到 联合执法整治中药贴肤 部分诊所中药粉末保存不规范 中药贴肤是一种穴位贴肤疗法 是把药熬成膏状 贴在身上可以起到 缓解和治疗病痛的效果 因为不需要口服药物 所以不少医疗机构 就选择这种疗法 最近小安区市场监管局 联合区卫健委 对医疗机构使用中药贴肤疗法 是否规范开展专项检查 位于祥安区新店镇的 顾林诊所 主要以中药贴肤治疗为主 联合执法人员检查了 诊所人员的资质 以及中药粉末的采购记录 供货方的资质凭证 药物的储存条件 是否规范等内容 检查中发现分装后的中药粉末 没有保留原包装 生产日期 批号保质期等重要信息 也不齐全 另外分装品不够密闭 药品受潮后容易结块 不能说随便倒在一个玻璃瓶里面 就在那边使用 执法人员检查诊所的 处方单时发现 操作人员图方便 私自简化了药品的名字 现场 执法员对不规范的分装品 进行下架处理 随后 执法员还检查了 辖区内的红冰骨科 马向卫生院 重点检查了 中药贴肤使用的调剂 操作流程是否规范 相关收费是否合理等内容 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检查的情况 比如说有超换围的 使用的 由我们卫生部门 进行立案查处 比如说在储存养护过程 有存在不符合要求的 我们这个也由我们的 市场监管所 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乔丹 段志伟报道 今天上午 祥安法院对一个多年 在大茂山上实施违法活动的 恶势力犯罪集团 进行公开宣判 首犯黄某健等五名被告人 被判处 有期徒刑 被告人黄某健 是祥安区大茂山农场村民 法院审理查明 黄某健为争抢他人 正常经营管理的水库获益权 究析被告人黄某金 黄某强等人 通过滋扰的方式 迫使承包着 无偿让渡水库的获益权 2016年2月至3月间 他们采用到水库买鱼不付款 不付费至水库强行捕鱼 威胁恐吓水库管理人员等方式 滋扰水库的日常经营管理 在遭到拒绝和阻止后 他们又纠集多人 持卸至水库斗殴 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 聚众斗殴违法犯罪活动 此外 某公司在大茂山农场经营的 苗木基地扩路时 被告人黄某健 又以扩路占用到 其亲属承包的果园地 苗木基地负责人索要钱款10万元 且不得溢价 遭到拒绝后 黄某健多次纠集人员 威胁苗木基地的工人 并阻拦苗木出场 以此逼迫苗木基地负责人 给付钱款 但因为民警介入未能得撤 法院还查明 被告人黄某健 还于2018年10月间 通过向有关部门信访 以及在微博朋友圈抖音等 社交媒体上披露的方式 举报他人在大茂山农场经营的养猪场 存在占地和违法建设的问题 在被害人找其协商撤销举报时 要求被害人支付200万元 才能撤销举报 最终敲诈得逞35万元 祥安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黄某健等人 在大茂山农场辖区内 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 为非作恶 欺压百姓 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是恶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一审 以犯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 聚众斗殴罪 判处首要分子被告人黄某健 有期徒刑14年 并处罚金5万元 其他4名被告人 被判处3年6个月 至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记者孔祥鹏 特约记者陈宝钦 柯利报道 这一段广告 稍后我们关注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方面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各项污染无能度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2 空气质量为优 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 等级为量 会有PM10还有PM2.5的影响 服务资讯方面 为了优化老城区的流环境 提升中山路片区 部分道路的通行效率 从1月24号的零时开始 中山路局部路段 辖西路将改为单向通行 中山路步行街 从原来的古城西路口 至陆江道路口 缩短调整为 辖西路口至陆江道路口 相关路段停车位 将取消或减少 但会增设临时的停靠点 尊规守法 昆明出行 节目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交通电子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网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